我是你们的阿玉废陀医师July 在今天的影片中我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什么是阿玉废陀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频道的话 我们的频道主要是介绍关于阿玉废陀 瑜伽以及废陀哲学 冥想还有废陀占星 以及如何将这些来自印度的古智慧 运用到我们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资讯 如果你对这个议题也有兴趣的话 要记得按下影片下方的订阅钮 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miss掉我每个礼拜的更新哦 好我们切入正题 什么叫阿玉废陀 什么是阿玉废陀 我们说阿玉废陀来自于印度 如果我们是就它的字面翻译的话 Ayurveda Ayur指的是生活或是生命 Veda指的是智慧或者是哲学 所以Ayurveda合起来看的话 广义来说我们可以说它是所谓生命的哲学 或是所谓的养生的美学 养生的艺术 那么我们说 Ayurveda它是来自于印度 可是不代表它只适合印度人 Ayurveda它适用在我们全球各个不同的人种当中 甚至不同的树木 花草树木 甚至是动物 它告诉了我们 我们说所谓Ayurveda的目标 主要是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 让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身跟心 目前是处于什么样子的状态 如果有失衡的话要如何来调整这个失衡 如果已经维持在平衡状态的话 又应该要如何去维持这个平衡的状态 所以核心 Ayurveda的核心思想 就像中医跟西医都各自有他们诊疗 跟他们判断 评断失衡与否的核心思想一样 Ayurveda的核心思想在于功能性能量的维持 Ayurveda相信 在这世间在这宇宙当中所有的万物的运行都有遵照 它一定的功能性能量 其中一个功能性能量我们叫它Vata 这个功能性能量主要是跟运输跟传导有关系 OK 那第二个功能性能量我们叫它Pitta Pitta这个功能性能量主要是跟代谢跟消化有关系 最后一个功能性能量我们叫它Kappa Kappa这个能量主要是跟事物的结合 或者是事物体积的增生或者变大有关系 OK 所以这三个功能性能量存在于你我之间 也存在于世间万物之中 如果我们世间任何一个生物 没有这三种功能性能量的话 那么我们目前 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功能 或者是它应该要进行的功能 就没有办法完整的进行 这个是阿玉废陀对于所谓平衡跟失衡的一个简单的看法 OK 那我们再来说 谁应该要了解阿玉废陀 我刚提到了 阿玉废陀它是一个生活的美学 OK 它是一个养生的哲学 所以它很有条理的告诉我们说 在人生不同的阶段 我们有哪一些应该是正常会发生的事情 而有哪些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 所以我们相信说世间万物的一切存在于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在外面 你在你的自然界看到的东西 看到的事物的转换 也会在你的身 你也会在你自己的身心当中 察觉到这样子的变化 当我们有办法去察觉我们身心的变化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知道说 OK那我今天是不是要做哪一些调整 比方说到了秋天 哪一个能量我发现到外在的环境 哪一个能量 哪一个功能性能量增加了 我的体内是不是也同样的那个功能性能量也增加了呢 如果是的话我们可以透过平衡我们体内的 这个增加的功能性能量 来让我们的这个季节或是接下来的这个季节 比较不容易会有失衡的发生 所以虽然阿玉废陀来自于印度 可是现在在欧美各国 它被大部分的西医 看成是所谓的预防性医疗 或者是所谓养生的一个哲学 养生的一套方法跟理论 OK 所以我们说谁适合学阿玉废陀 基本上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对阿玉废陀 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为什么呢 就像我刚刚提过 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跟心有所察觉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防范于未然 OK 让我们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让我们能够一直维持我们身心状态的平衡 这样子的话 这一生自然而然就会过得快快乐乐的 可以去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OK 那当然在欧美的话 我们现在很流行的是很多西医 心理学家 不管它是西医的哪一个专科 或是心理学家 有越来越多的医疗人员 投入阿玉废陀的研究 然后他们发现在几千年以前 就已经写在阿玉废陀经典当中的这些知识 对照在现今的很多失衡来看 它是可以互通的 OK 它是可以说的过去 可以被接受的 OK 而且很有趣的是 虽然阿玉废陀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那我们从一开始 阿玉废陀他们在介绍阿玉废陀的时候 他们都有将它写在一些经典书籍当中 然后在这数千年当中 不断的经过所谓的医生 然后教授阿玉废陀的人 学习阿玉废陀的人 然后我们在诊监 在临床上的不断的实验 很有趣的是 这些数千年前所被记录下来的一些知识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谁能够完全的推翻 那么在阿玉废陀的专书当中 我们说它主要将所谓的养生 或是人的健康分成了八大部 第一大部是所谓的一般医学科 或是所谓的内科 第二大部是所谓的手术专科 包含了我们的外科 我们的现在 如果我用西医的方式来解释的话 外科医美 真心 这些都是我们的手术方面 那第三个专科是所谓的心理平衡 身心科 那这边的心理平衡 除了是大脑神经系统的平衡之外 情绪的平衡 甚至有些 在现今的医学当中 或是在现今我们一般人生活当中 没有办法用常理去解释的这些现象 我们也将它规划在身心科当中 第四个专科是所谓的小儿专科 这个小儿专科包含了所谓的产科 以及妈妈在怀孕期间的一个保养 那接下来那个专科是所谓的毒物科 毒物科的话 比方说这边的毒物不是说你食物中毒 或者说重金属中毒 主要是外界的这些毒物 包含了像毒蝎子啊 毒蛇啊 这些 如果说你接触到他们 或是你被他们咬到的话 你可以做哪些的阴影 OK 那么另外两个专科分别 一个专科是所谓的回春科 一般现在西医将 西医所谓的不孕症的疗程 或者是西医所谓的男生的回春 或者要增长雄风 这些疗程 在阿玉沸陀古书当中 阿玉沸陀佛是将它分类在所谓的回春科这边 那最后一个是我们所谓的Rasayana Rasayana它是复健科 这个复健科不是只是说像一般我们目前对于西医的认识 比方说你今天动完手术之后 或者说你今天可能 比方说你可能车祸 然后脚受伤了 那你脚骨折 然后之后要回来做复健 不只是这样子 Rasayana更重要是当你今天生病了 或是你今天有失衡的发生 透过不同的比方说饮食的调整 生活的调整 或是透过草药 或透过疗程 做完调整之后 如何让你的生活 如何首先我们会如何去滋补这些有受到影响的区块 你的身心有受到影响 在之前失衡的时候有受到影响的区块 再来是让你我们去填补这一块 第二个更重要是 让你的身心可以正常的维持它的功能 发挥它的功能 最后调整 调整跟提高你的OJAS OJAS在阿玉废陀来说 我们可以将它视为 如果就现代医学的概念的话 可以将它是所谓的身心的免疫力 所以在阿玉废陀的专科当中 医学专科当中分成了这八大类 因此你会发现这八大类 基本上跟现在西医的分类非常的类似 所以现在在我刚有提过 在欧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医疗人员 开始投入阿玉废陀的研究 然后甚至在去年 去年年底今年年初 WHO也跟印度政府 印度也有个专门推广阿玉废陀 以及瑜伽的单位叫做阿YUSH WHO跟阿YUSH他们也签订了合作条约 然后在印度成立一个所谓的阿玉废陀医学的研究中心 那我相信在各界的努力之下 阿玉废陀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广为人知 很多人会认为说 尤其是华人 会认为说 在我们的华人社会当中 我们已经有所谓的中医了 为什么还要再去看另外一套系统呢 其实问这个问题就很像是 我们今天已经有西医了 你为什么还要去看中医 首先各个不同的医学系统 可以带给我们不同的看一件事情的角度 没有哪一个系统绝对好 或是哪一个系统特别差 主要是每一个系统 有它每一个系统看失衡的不同观点 当我们能够透过这些不同的观点跟角度 去多认识我们自己 在那个当下发生的身心状况的话 你将来才有办法多了解你自己 以及帮助你自己不要再陷入同样的失衡当中 我现在想跟大家介绍一下阿易废陀的工具 就是我刚刚提过的 阿易废陀现在在欧美各国很流行 甚至在亚洲 在印度以外其他国家 比方说在新加坡啊 马来西亚啊 在日本 我听说最近在香港还有中国也很流行 OK 所以阿易废陀在全球流行的趋势是必然的 那么阿易废陀用的工具有哪一些呢 我刚刚提过阿易废陀的平衡的重点是看能量 是看功能性能量 你今天应该要发挥这个功能的能量 它没有办法发挥这个功能 代表它有失衡的发生 我们去看失衡的这个能量 它应该要有的能量属性是什么 进而去做平衡 那阿易废陀相信 世间万物都有所谓的能量属性 都带有不同的能量属性 比方说不同的食材 不同的药材 甚至是不同的呼吸法跟不同的体位 跟不同的瑜伽的体位练习 还有甚至不同方式的冥想 它都有所谓的能量的属性的差异 所以透过了解今天失衡的是哪一个能量 失衡的是哪一个能量的属性 我们去找相对应的能够平衡它的一个方法 来做平衡 所以阿易废陀用到的工具很多 比方说我刚刚提到的食疗 饮食的调整 生活做齐的调整 瑜伽的练习 冥想的练习 呼吸法 甚至是体疗 又或者是一些比较抽象的 比方说声音疗法 图像疗法 颜色疗法 然后所谓的绘画疗法 这些都是我们常用的平衡的手法 如果你对于这一方面的资讯很感兴趣的话 请一定要按下影片下方的订阅小按钮 而且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miss掉我们每周一次的更新 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影片当中 一系列的影片当中 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的阿易废陀的资讯 让大家可以开始将阿易废陀 这个来自于印度的养生哲学 养生的美学应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Namaste